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我是故意的 我说我故意的 我是你弟 小杨嫂做客小杨哥直播间 一身学院风的穿搭经验全场 网友们直呼好漂亮 小杨哥见状恶不淡定 我今儿从来不穿这把样 从来不穿10万 你们今天穿了10万 穿给 穿谁 老公 穿穿 我不是 我不是说大一点 穿给老公们看的 否则是这样 打他 啊在这打他 啊 你刚看别人不看得起敌吗 啊 啊 听到 刚才要给你讲一下啊 弟妹 刚才那来的那个 来卖鞋子的呀 那你你知道他干嘛 来来老闆来来 跳舞后去 春来梦的梦 美梦在天空 哎呦 别说不说了 出现了我 这就是烹风一点 哈哈哈哈 好了我感觉一下这个啊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别急别让我感受一下 我给你瞧一下 因为他们有点热呀 对他在热风后呢 哦 怪不得有点热呀 哎 哎 哎 等一下 管你 管什么你真是哥的 你不吃 你刚上来你还开了10级的 我拿10级的 你跟我吓一跳 你知道吧 你一定要到15的啊 反正你到15 我这嘴巴的感觉 哎呀 被扯了去了嘛 你准备 15 最大打 我这嘴巴 直播间被黑客入侵出现奇怪特效 小杨哥求大哥放过不成 记得下播 哎 黑皮了 放皮了啦 这是黑客吗 哎 这什么 哎 什么东西啊 谁刷的礼物呀 什么东西这个哎 戳气球啊 这直播我都没了 这什么 我呢我呢 我人了喂 你不是出来了吗 哎呦你嘛 你不叫我命吗你这个呀 哎呦他还成小孩了你 干嘛呀 干嘛 直播了哎 这个好哎呀 太帅了 我的 我的 脱了还没了呢 我的钱 我这个好看 你知道吗 你看我这个 真帅 谁帅 谁好看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啊 我记码了 变鸡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还能卖货吗 没有啊 啊 发哥呀 我 你爸 啊 你直接要人命不算了吗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 怎么卖货啊 我管你怎么卖货 我 我跟我学校在一块 今天我要学问你配的我 我 妈咪有彩虹告诉我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 为什么天这么安静 如果坑哥有段位 小杨排几位呢 你们一 哦 嗯真一笑笑不笑你们 想不去哪一下笑 赶紧 真一笑 真一笑什么玩意 有一种 实叫 贱贱借购 嗯 你好 刚刚这个 刚才跟你讲 别贴了 我脑子 刚刚你有气 那个 他地方有些真阴雅的 这个男的他有齿味 对 还这么干 你觉得肯定好不好 你得贵出一把 你自己的就贵 你知情的 如果不知情呢 不知情的 哦 看看 哎 哈哈哈哈 哈哈 叫个不 呵呵 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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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老闆 嗯 哈喽大家好 好 今天给大家 咱们先接 我上 我上 哦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柳斯木的优顿防晒 哦 蓝色的 他的是质地是非常水润的 合适合秋冬使用 哦 秋冬使用 嗯 哎 这个大安哥选的瓶啊 大安哥选的瓶啊 我选的瓶吗 你选的瓶吗 我选的瓶吗 我选的瓶吗 你选的瓶吗 不是 你选的 好了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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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Round 3 等一下 我把门关上可以 门关上去 你说什么 Low 没闯啊 啊 这屠是土地吗 看一看 Хотя Pattaya Bar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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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aya Bar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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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人的老婆 Kid rock bass Kid rock bass Kid rock 你会欺负吗 哈哈哈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留大背头吗 哈哈哈哈 其实大背头一直是我的梦想 哈哈哈哈 笑说就是你干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从小 你偷偷你 关人家什么关系嘛 偷偷跟我有什么关系 拿个拿个筷子来 随便 我哥小时候 我们两个两三岁 家里面在农村啊 没什么玩具 就是为这抢了一根绳子 啊 三岁啊 为了抢一根绳子 我哥你我把绳子抢过来了 我赶紧跑 我哥你看 拿一个剪刀 就 直接 两根剪刀 我家的这剪刀啊 两根剪刀在这里这样插 听到 这张逆子 我这样 我说 哎 说到我奶奶面前 我奶奶 我奶奶当时吓着 我奶奶腿一脚不好 我奶奶这样 哎呀我奶奶 哎呀 就这样 我奶奶吓着 我的心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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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记住我奶奶在我面前唱这首歌 叫 我的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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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Қ 四季 从小是我弟更调皮 有一次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出去玩 当时有个大坑上面有盖了一个小石板 我们都跳过去我弟说这不有能走吗 我弟一走就掉进去了一个那里面是屎坑 当时一掉进去都不冒头了 吐了两个胖胖就出来了 如果屎坑是这么深啊一掉进去 一下都没人了整个看不见了 然后就 哥哥救我哥哥救我 我一出来的时候眼睛鼻子鼻孔耳孔里面全是糞 然后说哥救我就剩个小嘴巴露在外面 你们当时我拉伸了把我弟拉出来 好多小朋友离他好远 我把我弟拉出来用了个水给他冲 你还记得吗 差点死了 小羊哥深夜谈起家何万事兴 当你有家庭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其实我很认可 叫做爱情第一 亲情第二 事业第三 你跟你媳妇的关系搞好了 你爸你妈也就开心了 你爸你妈开心了 整个家庭就开心了 整个家庭开心了 你才会认清做好自己的事业 我以前觉得家庭最重要 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一定重要的 就听父母的那是不对的 其实你有时候要为你的媳妇考虑一下 爱情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把人群 你的媳妇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看到你们俩开心了 你父母就开心了 你父母开心了 你也开心 你开心了 你家庭就幸福了 你家庭幸福 你也有很有心思去搞自己的事业